謝謝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分享9分鐘的最後一位講者 問題 Elisa 鴻軸 這不是第一眼 喔不是第一眼 我必須先講 唉唷都破梗了 等一下啦 那個 哪一個 好 等一下我要先講 就是我會在這邊發言是因為 嗯那個剛剛有一個人 他問我要不要講9分鐘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剛剛就做了PTT 然後那些照片是我PO在FatExpo上面的照片 所以 嗯 對 希望大家見諒 然後我發現剛剛的人都太厲害了 然後就是我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就講了一個我自己這次的故事 然後就是 這是我就是覺得 因為我會講我去歐洲蜘蛛旅行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到歐洲 然後我一個人 是真的一個人 就是 對 然後就是一個人轉機啊 搭飛機都那裡 對 然後我覺得有些事情就是 你要去做你才會知道你會得到什麼 好 然後下一張 嗯 就是 我會這樣寫的意思是 像這 我會放這張圖 是因為我住在那個很像城堡的地方 但是它是我college serving的那個house 他的家 然後我覺得很扯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到時候就是 站到那房子前面 你就會覺得 欸我怎麼會住在這種像城堡的地方 然後就是 就是我覺得就是college serving可以讓你就是跟當地人就是變 變成朋友 然後他們會帶你到一些就是真的是非常local的地方 像我就是到義大利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把我帶到 就我那時候是一個羅馬的女生 然後他帶我到就是他們平常就是local的人會去吃的義大利麵店 然後老闆就一直看我 他就說 就他第一次看到亞洲人就是 然後我想說欸那我變動物了 然後他還教我 就我在吃麵 他還教我就是要怎麼用 用叉子 然後我想說這叉子我 台灣也有啊 然後就是 他還教我怎麼用叉子 對他就說你一定要就是 eat away what is italian eat 就什麼的 就是然後 對但他們的英文其實都不好 所以我就也是 對就是 然後 我到每一個 這是瑞士的博恩 然後就是我每到一個城市 我一定會爬他們最高的塔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像我最近還有一次爬到超高的 就是我忘記大概四十幾 欸有這麼高嗎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爬到我快昏倒了 然後 後來就是你會發現每個就是 就是你放眼望去的東西 就是真的很美 然後你就會瞬間忘記你剛爬塔的那些 就是很累的過程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像童話 然後 然後 還有嘗試 就是我去那邊 我在瑞士的時候 然後我就喝了超 就超大的啤酒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哪個勇氣 因為我其實很會醉 就我只要喝那種7-man 那種什麼鳳梨啤酒啊 我就昏倒了吧 我就整個臉紅 然後就是開始胡言亂語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 就因為我覺得他啤酒真的超好喝 就是我覺得台灣臉很好喝 但是他們都是比較甜還怎麼樣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比較好喝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就可以去嘗試自己 就是去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我在一個遊樂園裡面 然後因為那遊樂園就是 都很多很可怕的設施 然後我其實也不太敢做 但是我後來還是逼了我自己去做一個很可怕的 但我下來就也覺得還不錯 就不會後悔這樣 不然我怕我可能回來會很後悔 然後就是這張是因為 就是我到就是我就是覺得他們的生活型態很奇妙 就是他們在每個湖都可以游泳 然後我那時候去奧地利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我們就我朋友 其實他是我Couch Serving Host的朋友 所以他就帶我們去 就是那個叫什麼 多腦河 對我們就搭Subway到多腦河 然後我們就在多腦河那邊游泳 就是河這樣都是天鵝 然後就是就天鵝很大隻 然後一直在你旁邊走 然後就很想要攻擊你 但是他其實也不會攻擊你 然後重點是就是那時候 我一去的時候那個bank上面 就是全部河岸的人就是女生 就很多人都topless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我就戴上我的太陽眼鏡 就衝著沒事 然後就走自己的路這樣 就有沒有覺得就是他們都就是上工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對然後然後就是我覺得他們就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是就是我覺得到處我都看得到就是鴿子跟天鵝 對然後就是因為因為在台灣不會那麼容易看到那些情類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興奮 然後我就常去去追一些鴿子跟天鵝 然後我在那個威尼斯的時候 我就每次都買麵包 就是我不管吃什麼早餐午餐晚餐 我都一定要買麵包 因為麵包都要在大家身上 因為我要沿路去餵鴿子 就是我只要走一走 就是覺得這邊很多鴿子我就丟 然後就全部鴿子就從天空上飛下來 然後就會吃你的那個麵包雪 對然後然後我放這樣是香港迪士尼的那個樂園的照片 然後我放這個原因是因為那時候我回來的時候 遇到什麼莫拉颱風還什麼颱風 我的班機就是我一下飛機然後到香港機場就舉牌 是國泰好像幾號航班 你的航班被取消 然後欸被取消欸 然後想說怎麼辦 我媽一定很緊張啊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想說算了 反正就是也不能回家 那那就看怎麼樣 然後之後就是國泰我覺得他們處理的方式還不錯 就是他們把我們丟到一個還蠻五星級的飯店 然後我就覺得我賺到了 然後後來那時候就是新聞一直發布訊息說 喔還要再演一天啊演一天 所以我後來就賺到三天 然後那時候就很莫...對就是完全住宿不用錢 然後我還偷泡他們的浴缸 就是...對我覺得很幸運 然後可是就那時候就... 那時候就是因為去的時候大家都很沮喪 大家都覺得不能回家 然後很煩 然後...就是...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欸我就賺到了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開始計劃我在香港的小旅行 然後我就...對我就開始計劃 然後之後我就... 就我就亂搭訕別人 喔對阿我想...我講的一件事就是... 自助旅行就是... 人是最美的風景 就我覺得... 就你要永遠相信 真的是好人多貴壞人 對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就... 遇到兩個台灣男生 然後我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聊的時候我發現他們是... 他們也被困在這裡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飯店... 飯店check-in的時候 就他們也困在這裡 然後我就問他們就是... 要不要也去玩什麼的 然後我才知道他們兩個是在... 澳洲打工的背包客 就是他們其實在澳洲已經大概一年多了 然後就是... 也是聽他們講很多就是澳洲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決定我下次也要自己去自助旅行澳洲 就是我也要去打工 然後就是...然後... 對然後他一直跟我說他在路上就是... 就開車然後開一開 就路上還是死掉了 烏尾修然後就抱起來 真的很大隻 然後他那個照片我就覺得... 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烏尾修 對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意外一種美 然後就... 對然後我就暑假的時候我要去北京實行 然後可是我之後也是有安排一個... 就是大概兩個禮拜或三禮拜 就是也是自己的自助旅行 對然後我覺得... 嗯... 就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旅行回來之後就是... 喔對我覺得旅行的時候是... 變得很勇敢 就是你會很...很不怕去搭訕陌生人 就是... 反正他也不認識你啊 你也不認識他啊 然後就是... 可是通常你就是... 搭訕陌生人之後 就是他們可能就真的會變成朋友 然後他就會帶你去... 就是... 就是... 你如果自己是Tourist 你不會去的地方 像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 看那種什麼旅行雜誌啊 然後他就說... 晚上覺得就是... 晚上覺得不能出門 就是會被搶啊 會被幹嘛 可是其實就是... 就是你有當地人... 但你其實就不會怕 然後你就會... 就我都可能兩三點才回去我... 住的地方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去了之後 我就覺得我回來之後 我生活步調 就不會再這麼的intensive 就是我會... 嗯... 就學會享受生活吧 因為他們很容易... 就是... 你常常去一個廣場或什麼 就會發現他們其實大家都... 沒什麼事做啊 就躺在那邊聊天啊 然後... 就是... 就是... 吃東西喝酒什麼的 可是像我自己就會想要... 我每天都把我自己型的排滿 就是... 我沒有要忍受我的六是空的 我一定要去上課 我一定要去... 去... 去做什麼很多活動 但我後來就覺得 就是... 其實生活也不用那麼緊張 所以我其實後來就會... 有時候自己可能就是... 搭捲運去圓戰植物園啊 然後也不知道幹嘛 就發呆 然後會是找... 就朋友然後聊天什麼的 對... 然後我覺得... 然後還有我覺得就是... 旅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像我們就是... 一直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待太久了 然後就會一直忽略生活上的小細節 然後就少了對很多生活的感動 然後我覺得就是像... 就是像如果你人在國外外 你看到很多事情都會... 很興奮 然後就覺得很多東西是觸動你的 可是我覺得當下那些情緒要寫下來 我蠻後悔我沒有寫下來的 對...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然後你要準備好自己 就像我那時候我也去義大利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我去義大利 就一定要知道他們的美食嘛 就義大利的美食應該很有名 所以我就去了一間... 瑪莎義式餐廳打工 然後... 就因為我在打工的時候 我就一直瘋狂問廚師怎麼做 那個料理什麼的 然後... 就我那時候就有學到一些菜的精髓 然後可以... 就是跟那邊的人聊天 然後... 就是師傅他們也會教我 是什麼酒什麼酒 然後我覺得收穫很多 對... 然後我還有22秒 然後... 我... 好啦...我就講到這裡啦 我覺得我沒有很厲害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很厲害 謝謝... 然後我是Peggy的那個組員 然後... 對... 他是很好的團長... 他很像蘋果姐姐 他常常就是在我們開完會就發布朗尼 就是說... 你們今天表現好棒喔 什麼... 給自己一個掌聲 對... 就我很喜歡他 對... 謝謝 所以我也有還有... 這個是鍋子